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谈这个宽跟宰 我们写佛的人要写如来的心 就是要宽 心要无量 像西空一样 你就可以进入如来的这个心 假如你不学习 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一种心的话 那你永远就是在沙坡世界 在六道轮回 上回我提到这个佛是什么 我讲说密教本身的修行 这个地啊 你身体的地啊 可以转化成为坚固 地可以变成坚固 身体啊 我会坚固 这是修密教的 那么佛呢 会产生光明 修密教 佛会产生光明 还有呢 水 会产生清净 轰呢 会产生润韵 你修密教的身体内修的地水佛轰 修这四大成就 地坚固 佛光明 水清净 轰韧阴 你要修你的身体无漏 这个密教二贯的无漏法 就是地本身是坚固的 是不动的 是不动的 是坚固的 其实这里面呢 都有佛性在里面 你看佛性是什么 佛性就是不动吗 就是光明吗 就是清净吗 就是任硬吗 这个就是佛性 这当中啊 你注意一下 这里面啊 都是宽 都是宽 人家在毁谤你 你不动 这个就是宽吗 你能够忍辱 就是宽吗 你能够无所谓 就是宽吗 这不是宽吗 你光明啊 光明的心啊 无量光明的心啊 任何毁意啊 通通不动的 你是清净的 不受污染的 也是等于不动啊 还有你能够任硬啊 佛性里面有一个任硬 任硬是什么 就是在宽坦 我们经常讲 在宽坦 这神变的世界之中啊 你能够运用你的智慧 去产生神变 这个东西就是神通啊 就是神通 轰的力量就是神通 这佛法里面呢 有很多的这个奥妙的地方 轰从哪里来 轰从天地雷轰车水火山 八卦里面有轰的位置 你从哪里吸一口轰 然后呼出去 它会变成一阵轰出来的 这个讲的是比较闲啊 不过神通就是这个样子 任硬啊 什么叫任硬 你随时变化 密教里面叫你用念力 用你的脑筋啊 你的思想去变 有方法呢 脂丑银毛 心肌油 微心油 顺海 这里面有方法呢 你在哪一个时辰招琴 你手 直 按住子的位置 直草银毛嘛 这个毛时你按在毛 一按 然后你敷范 用招琴印招琴 密教里面有的 有招琴印啊 你可以招琴 用招琴 你按那个时辰 用招琴印招琴 那个时辰的那一个神啊 他就会下降 就会下降 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叫刃印 叫做神通 很简单讲 有一次我不是 希望有这个法王的这个帽子吗 有法王的这个帽子吗 一个念头产生出来啊 那一次就是大家集体送帽子 二十几顶 就来二十几顶的法王帽子 最近有一个念力啊 就晚上啊 这个冬天啊 很冷 在西雅图很冷很暗 每一地方可以去 exercise 运动 在家里 天天都在家里啊 我已经差不多快 这个整年啊 晚上啊 都是在家里了 没有出去的 有时候想到台湾的电影院 我想 哎呀 有台湾的这个电影呢 国语影片的这个电影 不知道有多好 可以有时候看一下这个MuMi 看一下MuMi可以 看一下电影 哎 今天就有人啊 记十五个CD啊 是叫CD是吧 LOD啊 LD 我搞不清楚啦 到底是CD还是LD 还是什么VC VC啊 VC啊 小小的这样一个片啊 那个电影啊 VCD D 哇 阿嬷 喂 那么多的名词 总之啊 就是电影蝶片就对了啦 不管是什么D啦 寄了十五支的电影的蝶片来 供养耶 供养耶 是这个马来西亚那个 陆小红啊 陆小红以西门吹雪 寄过来 寄过来了 他寄了这十五支的这个蝶片 其中一片啊是什么 太极张山峰 他就知道 哎呀 这个都是武侠的耶 十五支蝶片 终于可以过西雅图的冬移的日子 像这种情形啊 也不是你去叫他寄来的啊 他自己啊 这个突然间寄来 刚好就是你西要 啊 这个西雅图冬夜 很沉闷的时候 你需要的时候 他寄过来 这个就是念力啊 你说是巧合也是巧合 说是念力也是念力 这种念力也是无形的 你这个念力一产生 什么事情就会实现 什么是神通 告诉大家 心想事成 心想事成就是神通 你心里想什么 马上出现 这个就是神通啊 所以有时候神通啊 是很巧合的 一种宜咒之间啊 一种巧妙的一种安排 就是神通 你死要是佛了 你当然有这种能力 你想吃什么 咚 他就出来了 你佛嘛 神通任印嘛 你想要什么 咚 他就出现了 这就是任印了 宽管的任印了 宽管的任印了 你还记得觉得 是神通的